自2月24日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爆发以来 部分身在加州的民众 实时关注战况 加州居民加琳娜表示 目前这场战争 已经影响到了她的生活 另一名加州民众 怀特·黑德也注意到汽油价格上涨 他认为 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 牵扯到历史问题 但发动战争非常糟糕 面对战乱 他们希望自由国家施以援手 保卫世界的自由与和平 周三 周三 美国司法部表示 将成立一个特遣队 帮助展开针对俄罗斯政府官员 和大财团的制裁 新唐人记者李佳音 董善存 洛杉矶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